资料分开来之后 那我又有可能会需要把它合回去 那合并回去 不过这个可能自己再想一下 并不困难 反正你就是见招拆招 把这些东西本来是 横向的 一到四 一到四变成纵向的 那这个呢 如果说你今天是用什么 用刚刚提 我们用过的什么 最近使用过的index 或indirect 我们大概用index试试看好了 index里面的话 一样会需要一个范围 范围是这个范围 那列的话呢 你会发现 就没有像刚刚的这么单纯 列跟蓝都需要 而且它的规则还都不一样 比如说列的话 如果你要抓第一个资料的话 跟第二第三第四都同一列 都是第一列 蓝的话呢 就是一二三四 所以 那如果你实在不会做的话 有个方法 你先怎么样呢 在旁边把列 先做出来 再把蓝的话 做出来 col col 假如这样好了 这个的话呢 就是四个一 四个一 然后呢 四个二 然后四个三 四个四 然后呢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 一二三四 这边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也是一二三四 你看那一十类推 可是问题 我们当然不是要手动做 而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话 自动把它变出来 所以也就是你可能要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如何让这个数字可以四个四个四个都一样 再来就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 稍微提示一下 这里可能你会需要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叫INT 一个函数叫MOD 如果你会这两个的话 很多问题就很好解决 但如果你不会的话 可能很多问题也是个问题 所以这个INT跟MOD 是放在好像是数学函数里面吧 那INT应该有用过吧 好像我们前面用过 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MOD是什么呢 取那个除之后的余数 就是余多少的意思 那我要怎么刚刚好可以一二三四一二三 其实关键就是你要会这两个东西 你就可以把结果给做出来 那当然我习惯是什么 有些东西可以 有点像类似套公式吧 反正以后你如果要都一样的话 那你就是直接的 做法 这个假设一二三四 我如果要快速做的话 INT 所以第一个 我可以用这个 在数学里面 找到INT函数 然后这边的话有MOD 这个我想你可以先试做看 先想想看 反正我们 一二三四 四个一四个二四个三 可以用这一个 那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可以用这一个MOD 至于怎么使用 如果你这两个做出来 其实你再把这两个公式放到 index 里面 那其实前面的东西就可以很顺利把它合并起来了 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然后试一下 我们会需要就是四个四个四个 那这个东西 这个部分的话 我刚刚讲过了 第一个我们可以先配合那个肉环数 所以刚刚我们有用到一个叫肉环数 那这个肉环数的话呢 前面有用过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直接再到那个 减4与参照里面的肉环数 那肉的话 基本上它会先参照 这个现在的列数 那可是问题 我向下填满的话 它当然就会一直往下 那如果我希望它一直不断的是 有一样的值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把它除以4 除以4之后的话 然后你把它打勾之后 你会发现它变0 0.5 那你会发现呢 前面有共同的东西 1111 如果我把小数点拿掉的话 那你会把INT 前刮弧 后刮弧 你会发现呢 打勾之后呢 它留下来就是什么 就是00 不过你会发现有个问题 它只有出现两个 如果我要四个的话 其实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先把现在所在的列 先减掉 比如说我现在在第二列 我先把它剪掉 意思就是归零 归零之后的话 它除以4之后还是0 那如果1除以4 其实就0.25 0.25还是0 INT之后还是0 0.5还是0 所以也就是0.75还是0 所以总共的话呢 会有什么呢 会有四个零了 四个一了 四个二了 我其实最后怎么样 先归零之后 看我要从哪个数字开始 我就加多少 比如说我要从1开始 我就再把它加1 那0加1 刚好就1嘛 所以打勾之后 你会发现 向下填满 刚好怎么样 有没有 6 7 8 刚刚好就到这里 放开 刚刚好 1 2 3 5 2 7 8 所以特别之后 那我的习惯 所以有点像背个公式 先减掉它所在的列 先归零 然后呢 看你要重复几次 除以几次 最后呢 从0开始 所以我如果要从1开始 我就加1 这样的话也蛮简单的 所以有时候把它稍微 把它变成一个公式来看待 那那个MOD跟这个还蛮像的 只是说你要求余数 那我们MOD的使用方法 第一个一样什么 在数学里面找一下 不过我刚刚有用过 MOD 它一样是LUMBER 它问你说 那你给我一个数字 那我们一样用ROW 那一样怎么样 先归零 从零开始 然后呢 要除多少的余数 那如果我除以4的余数 那也就是说 我今天零除以4还是零 余多少 余多少 余0 那如果说我这个地方 大概向下列的话 变第三列 第三列的话 减掉2 1嘛 1除以4余1嘛 所以01234 01234 有没有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向下填满 刚好是什么呢 我们要的 不过好像还是有个 差一个什么 0123 差1嘛 所以其实 我的逻辑 还是 加1 那这样的话呢 打个勾 你会发现 刚好就是1234 有没有 1234了 那所以我这个做完之后 这个也做完了 那其实你那个index 你就可以插入函数了 那直接怎么样 找index 告诉他范围在这里 我这个范围 这个是四篮的 那如果要合并成一篮的话 那我要不就是把这个公式 直接贴过去 要不就是什么 直接选取也可以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选这边 直接向下填满 因为它旁边没有 所以直接向下拉 这个时候的话呢 当然这个地方 还要再做一件事 这要记得把它锁起来 不然的话向下拉 它可能范围跑掉 向下拉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本来是在四篮的东西 它又会合并回一篮 当然你 如果说你希望 再更精简 这两篮可以删掉 但是你前提 是要把这个公式 复制到 这边跟这边就OK了 所以这个我想请各位 另外那个index 我就不解了 internet其实概念 好像差不多 不过更困难 为什么 因为 DEFG 这里是数字 可是DEFG是文字 那如果说你要产生 DEFG DFG的话 可能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你要把数字 数字变成文字 45678 要变成DEFG 可是这要怎么做 这边可能提示一下 你可能还会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文字里面有一个就是叫CHR的函数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输入65的话 它是A 如果你要那个D的话 就是多少 69 68 69就1 依此类推 那可是问题 你要怎么把这个关系给做出来 这个难度蛮高的 如果我觉得这 这就是工作上 如果你刚好遇到的话 那你就可以很快 可以把它解出来了 那很快的 你希望把什么资料放在什么位置 就会乖乖的听你的话 资料 就像千军万马 你希望它怎么跑就怎么跑 我前提可能还是需要去理解 我刚刚主要就是 两个比较重要的函数 第一个是INT 它是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所以我们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所以我们无条件 0.25 0.25 0.5 0.75 都是0 所以四个0 那1的话 1 1.25 1.5 1.75 通通变1 无条件舍去 那利用这个方法 那我自己习惯是 有点像口诀 先减掉它所在的列 先归零 除以我要重复的次数 就是4 最后如果从1开始就把它加1 但如果你要从2开始 你就加2就可以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大概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未来如果你需要重复 一直不断重复几次的话 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那MOD呢 就1234 1234 一样 余数 就是除以4余多少的意思 试试看